日在新北市石定区造成的灾情,土石冲倒了土地公庙 土地公庙后方因为大雨冲刷,土石从六层楼高滑落 大石头砸了下来,庙被砸破,还造成了两辆轿车毁损 现场掉落的大石头半辆车大小,停放路边的轿车被砸得不成车型 旁边围墙也被砸破,车子差一点被推入溪中,还好并没有人员受伤 街桥雨也让今年车辆进入南投单大林道划下据点 网友贸宇拍下孙海桥变桥的状况,提醒民众变桥已经被河水冲毁 已经被水冲掉了 前17画面看到,工程人员出动的怪手吸水已经暴涨 怪手从水中把钢梁捞到旁边 台店之前已经预告,雨季来了,14号要拆便桥 事工人员一早抵达现场,便发现两侧的临时便道都被传毁 只剩下钢便桥淹没在溪水中 等溪水一退,台店人员便开始进行拆除作业 便桥是为了工程维修,趁着枯水期 吸水比较少的时候架设方便通行 也称为山友和民众进入单大林道的便道 5月5号开放车辆通行短短8天拆桥了 还有台8线31公里处,台中和平谷关路段也发生了落实摊坊 这路段在笃明桥附近,也是进入谷关必经之路 警方交通警戒,公务单位派出机具抢通 下午恢复了双向通行 TBS新闻失协员陈家贵,赖重荣,吴淑平综合报导 请支持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,霍大视野掌握趋势 邀请您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 请订阅并且开启通知小铃铛